原來商場有新的管制 只是在這個門口 只可以出 這邊這個 我不拍了 因為安安看著我 另外,有個閒棚那邊的大門口 可以進入 所以這邊是出的 那邊Dalarama租了 但只差半篇鋪位 以前卡拉OK那裡 還未有著落 還有人在外面喝茶 這邊的PATIO也有 基本上都滿了 這個可以的 可以開個櫻子 可以開關 可以關 但去到最頂的部分 都是通的 去到最緊這部分 有些鐵欄 這部分都是空的 就關到這一部分 現在 下午3點了 那時候 這裏有個哥爾夫球場 曾經改建的時候 他要求大家 在政府幫忙 不要被人收購 他 怎麼搞笑的 怎麼搞笑的 這兩輛車 搞什麼 對頭車會在這裏停了 車裡 車裡 有一輛 這輛車 這輛沒有司機 這輛是沒有司機的 這輛是有司機的 這輛是有司機的 怎麼會逆線走過來呢 也不見什麼特別的損位 哎 似乎是有人入錯線 我們要不要停在那邊 再拍他 奇怪 這位男士 就是剛剛下車 難道來借電話打 沒有理由 這個世界現在 沒有人沒有電話 他很私私言地 走進去 去商場那邊 但是對頭線 只有一輛車在那裡 現在我們繼續在研究 會不會是這輛車 死了火 想搭電池 於是就 叫了一個朋友 放了一個對頭車 在這裏搭電池 都有可能的 不然 為什麼兩輛車 我看不到有任何傷狀的痕跡 如果有 譬如說這個人本來是直行的 見到有人 但是後面的車 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看到有人 逆線 最多就是 他兩句都會走 沒有理由會停下 我想是搭電 應該死了火 而且看那輛車的年份 死火是不出奇的 就是電池藥 等等 我猜是搭電 應該由現在想辦法 找一條過江龍 也好 我想在這裏八卦 找一張座椅坐下 反正 這裏酒樓應該不理我 但一張座椅 只坐一個人 在這裏寫著 時間 一到 咦 有拖車來的 拖車是中國人 這樣 估計都應該是沒有電 穿不到車 看看它怎麼解決 嗯 看到了 原來 左手邊 右手邊的車主 是上了左手邊 的確是因為 它沒有了電 但大家要留意 如果你想幫朋友 搭電 你都沒有理由 這樣逆線 好像左手 這樣 駛了過來這裏 抄硬牌的 你逆線行駛 你最多 可能 你拆一塊電池出來 搬過去那裏 幫他搭電 怎麼會 將自己的車 逆線行駛呢 我們繼續行駛 原來不是交通意外 原來不是交通意外 我們繼續行駛 我們繼續行駛 對 馬上電救一下 電池什麼事 死了火 但是 千萬不要像他這樣 他逆線行駛過來 停在這裏 打算幫朋友搭電 其實真的不行 好 拖車司機易搞 跟你拿電池 來修理一塊水 這個是Jump Pack 他開著Jump Pack 是Mini版的 現在那些 用Lidium Ion電池 是比較小很多 他做得這行 當然是長期插好 這個Jump Pack 去增加那輛車 看看他穿不穿 反正都來到這裏 一個 拖著 拖車工 工藝裝托進去 先ight 它先 好像沒有反應 有壞車燈閃 正在檢查 OK, 示意好像是穿到車 穿到車 但都要檢查 通常一輛車在這種情況會突然死火 除了電池之外就是發電機 因為如果穿著車的話 發電機基本上都可以保持著 有一定的電量令車繼續走 除非你下次停了之後再踏才踏不回 這樣才是電池 好, 我們繼續按照行程 走過來就是荷里活 荷里活的招牌一直都不整 就沒那麼好看 你看那裏只有一個洞 被風吹爛了 這些位姐姐仔在地上分裝 我相信他們是沒有報警的 只是停在這裏想辦法買一條過江龍去撤車 但是那些拖車司機的消息非常靈通 比你警察快 無論你什麼地方 只要有人停在路邊 拖車都很快會在你後面出現 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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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報道一下 現在荷里活要等位 可能要等兩三張桌 我見到有些人在門口 我們現在又繼續走 我們不是來吃東西 我們來八卦 先說一下 這裏有一個Welcome Center 我有個朋友在香港移民過來 他本身是在香港有護士牌的 好像剛剛考了 來到的時候 如果要重新拿加拿大的護士牌 當然要有資歷認證 他很快就來了Welcome Center 報名 讀了一些課程 課程裡面的同學 很多都是有醫生 有護士 其他人來的 大家都再交換資料 認識多了很多朋友 很快大約一年左右 他就拿到加拿大 加拿大正式的護士牌 一年輕鬆一點 現在呢 這個搭車也是靜的 最多人出入的就是寵物店 寵物店 幾多人出入的 一場來到喝杯奶茶 但我又拿著Gimbal 不方便拿 想想辦法 有個小孩走過來 打劫 小孩 打劫 拿到你身上的狗糧出來 有嗎 沒有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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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wechat,wechat群組,來不來有些客人發出 我氣養寵物,有什麼人可以接手 Q仔是這樣拿回來的 所有醫療紀錄都可以問醫生他以前看過什麼病 因為他以前的客人是看這個醫生的 所以紀錄是很齊全的 Q仔曾經出生不久,跌樓梯,跌斷了一隻手 骨頭上了螺絲 醫生說不會再有大癌,可以正常生活 一直到現在 所以建議大家如果想領養寵物 你可以去這裡的防止救出會 亦可以有很多網站 不過這個獸醫群組是比較... 因為有根據,那個客人就是那個醫生長期的客人 所以紀錄比較齊全 而且都是免費的 送來那些... 狗糧、狗籠那些給你 那你就可以容易些去... 將狗仔重新適應的 對了,再說一下,大叔姐提提我 我朋友亦都聽到我這個介紹 參加了這個獸醫群組 那轉頭他又領養了隻哥基 都是同一個群組來的 那... 都是一件好事來的 建議大家不要購買寵物 不要購買,還有網上有很多 是騙人的那些 譬如說,你領養隻狗 就要給一些按金 一千萬 半年之後,如果隻狗沒問題 才給你 那這些全部都是欺詐的 大家不要搞那些 如果是願意... 即是當棄養的狗走狗狗的時候 正常都應該是免費送出來的 要收錢的那些就是買賣 一直走到這段 有沒有人知道這個年代 現在拍攝著這個... Wedmonton Design Studio 以前是Toys R Us 然後撿了之後 就雕空了很多年 然後就變成一個... 叫做Markham 叫St Lawrence Market 有些人在賣肉 雜貨 乾貨 什麼年份 不記得了 但真的很短時間 半年左右搞不定 沒有嚇人 那就... 又清掉它了 變成一個空的商場 空廊來的 到最後 Wedmonton 既然沒有人租 就自己拿來做一個... Design Center 一路到現在 我想已經有十幾年了 但那個很短時間的 所謂 Markham St Lawrence Market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去過 好了